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维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布林肯敦促北京分享中国疫情爆发信息 扎连斯基美国国会演说 说2023年是战争转裂点 FTX创办人引导回美国 两名共犯已认罪 习近平对政法系统江派鱼叶清洗 大陆疫情急剧恶化 分析说港人对通关态度审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布林肯敦促北京分享中国疫情爆发信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礼拜四 呼吁北京分享有关他们新冠疫情的信息 说中国染疫激增影响了世界 他还再次提出分享美国疫苗的提议 与此同时 一些专家已开始对中共官方染疫住院和死亡数字提出质疑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 布林肯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已准备好在COVID方面帮助所有国家 但他提到北京尚未向美国寻求帮助 布林肯没有回应记者有关北京官方统计 当前疫情伤亡人数有效性的问题 但强调疫情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性 布林肯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来说 要关注人们接种疫苗提供检测和治疗的情况 而且重要的是 与世界分享他们正在经历的信息也非常重要 他接着说 同样因为他的信息不单止对中国有影响 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布林肯还说 任何时候病毒的传播或四处移动 都有可能产生新变种 这种变种传播得更远 他会袭击世界其他国家 中国因COVID而闭关锁国 对全球经济亦产生了明显影响 他拒绝透露 美国最近向北京提供哪些具体帮助 但就说美国准备继续支持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人民 他又补充说 至今为止 中共还没有要求提供这种帮助 在清零三年后重创中国经济 并引发大规模反封锁的广泛抗议之后 中共在今个月开始放松清零政策 在礼拜三 中共连续第二日报告没有新的COVID死亡病例 但全国各地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就说 过去一个礼拜殡葬服务需求急剧增加 而且中共当局还重設染疫死亡的标准 引起很多疾病专家的批评 世卫组织特发卫生事件项目负责人 瑞安说 将新冠肺炎死亡诊断 只是限于COVID-19病毒检测情阳性 并且呼吸衰竭的人 这个将大大低估了 和COVID-19病毒相关的真实死亡人数 瑞安在日内瓦发表讲话那时说 鉴于感染的严重程度 死于COVID的人 很多不同的人体系统问题也是致命 而不单只是呼吸衰竭 扎连斯基美国国会演说 说2023年是战争转烈点 扎连斯基下午结束白宫访问后 转往国会山庄 在国会今个礼拜准备审议内含 约450亿美元 对污援助的2023财政年度综合撥款法案之制 和参众两院两党领袖会议 会后在国会联席会议 发表近24分钟演讲 扎连斯基晚间步入联席会议会场 那时受议员夹道欢迎 现场掌声支持欢呼声不断 持续近一分钟 还有议员高举乌克兰国旗 充分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 扎连斯基首先感谢 美国人民和所有真实自由和正义的人们 对乌克兰的援助 他就说 尽管面对重重困境和悲观预期 乌克兰没有倒下 还是生龙活虎 他的这番话赢得现场议员 起立股奖 扎连斯基说 这场奋战将决定未来 只指宣宣将活在什么世界 他点名中国、欧洲、拉丁美洲和澳洲 说当今世界紧密连结、商户依存 在俄乌战争持续燃烧之际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感到安全 扎连斯基预期 2023年将是战争转裂点 又强调美国的援助不可或缺 他说 乌克兰需要火炮 但并不足够 我们需要更多大炮和炮弹 才可以让俄军完全撤退 根据国务院统计 美国今年对乌军援累计达219亿美元 但国会共和党人近期对援助开始出现反对声音 扎连斯基喊话说 美国的金援不是施舍 而是对全球安全和民主的投资 乌克兰以最负责任的方式运用资金 扎连斯基还说 圣诞节快到了 但战争仍是持续 前线巴克木特 每寸土地浸透鲜血 俄罗斯自5月就占领 并不断试图吞併该地 乌克兰军队持续坚守从未放弃 扎连斯基提到说 时隔80年 历史再度重演 二战那阵最惨烈的突出部之战 当时美国士兵坚守纲位 与希特拉的军队作战 今年圣诞节 勇敢的乌克兰军队 也将愚发炮制对抗普京的军队 扎连斯基也提到 今年圣诞节 乌克兰家庭将点蜡烛欢庆 不是为了浪漫 而是无电 即使无电 乌克兰对自己的信念之光都不会熄灭 相信乌克兰终得胜利 他呼吁美方加强对俄制裁 并向俄国追究责任 要求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 让俄国感受到他们的侵略行动 究竟是几具毁灭性 扎连斯基完成演说后 拿出前线巴克木特战士 签名的乌克兰国旗 赠送给国会议员们 他说这是一片战旗 前线乌克兰战士牺牲生命 是为保卫乌克兰 欧洲和全世界的人 战士们希望他转答 你们国会议员的决定 可以拯救几百万人 扎连斯基强调 他知道战士要靠乌克兰武装军队 但其实很大程度也取决全世界 而全世界很多事情都视乎国会议员而定 请让法案通过 让这面胜利象征其次飘扬在你们身边 乌克兰、美国整个自由世界都将团结一致 终得胜利 扎连斯基演说获国会两党支持 总计18次全体棄生股胀 FTX创办人引渡回美国 两名共反已认罪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创办人佛莱德 在礼拜三晚被引渡返美 礼拜四他将在曼克顿联邦法院出庭 他的两名前同事已认罪 礼拜三深夜 警方将佛莱德从巴哈马引渡回美国 他被指控利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 涉取几十亿美元 以彼補他对冲基金的损失 美国检察官威廉姆斯在新闻会上说 涉嫌同谋的FTX联合创办人Garry Wong 和对冲基金前CEO埃里森 已经在纽约南区法庭认罪 威廉姆斯说 我宣布纽约南区法院起诉了对冲基金前首席执行官佛莱德 和FTX联合创办人Garry Wong 他们都参与了导致FTX倒闭的欺诈 据报 艾里森和Garry Wong已分别就两项电汇欺诈 两项共谋电汇欺诈 共谋政券欺诈和共谋洗钱罪表示认罪 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也对他们提出民事诉讼 指控他涉嫌教唆弗莱德欺诈FTX的客户 弗莱德目前面临八项指控 如果所有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115年金金 FTX曾在世界上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上个月突然宣布破产 至少100万人无法取回资金 目前弗莱德已承认自己对FTX风险管理失败负有责任 习近平对政法系统江派鱼叶清洗 在22日 中共河南原政法委书记金荣坤 在江苏常州中苑一审开庭 被控受贵1亿6600万元 金荣坤属于中共江派2号人物 曾庆红江西邦马仔 曾追随江派迫害法轮功欠下血债 金荣坤案的审理 显示习近平对江派政法系统 鱼叶的清洗还在进行中 据财新网报道 在18大后公布的亿元贪官有90人 中纪委网站今年1月12日曾发文点名 孙力军公道安和金荣坤等案 强调要以雷霆之势清除害群之马 又说官员退休也不意味着安全着陆 要持续加大办案力度 稳固防火墙 美国之音曾引述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 其东亚所特聘教授扣建文的观点报道 在2012年周永康等所谓政治野心集团 去挑战习近平时 当时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利用中共政法系统 因为当时周永康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他在更早前也曾做过公安部部长 但在那十几年之间 他安插了不少人在政法系统里面 所以习近平上台后 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一直持续 这两年还特别发动 针对政法系统的正宿运动 据统计 中共政法系统自2017年19大以来 以至少有8名中央高层官员 和150多名听局级官员落马 据中纪委官网披露 2021年落马的中共官员共有25人 约40%出自政法系统 中央政法系统涵盖公安、法院、检测、国安等系统 被称是中共刀把子 历来同军队枪干子 宣传不干子同属中共掌权者 必须牢牢掌握的工具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期 中共政法委书记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任 分别为前领导人江泽民派系的罗干同周永康 形成上威胁中央权威下以权待法的局势 如同独立王国 直到习近平主政 江派在政法委的势力依然盘根错节 在2012年底掌权后 习近平着手整顿政法体系 其中权倾一时 有政法沙皇之称的周永康最终在受贵等罪名下 在2015年6月被判无期徒刑 而江派余孽也将难途续一被清洗的命运 旅澳法学家袁洪斌也对希望之声透露 在明年3月份之后 习近平要做的事 就是对江泽民家族同附庸于江泽民家族的残余势力 利用反腐败的名义 进行全面的政治整肃和经济清缴 大陆疫情急剧恶化 分析说港人对通关态度审慎 大陆放宽防疫措施后再度爆发严重疫情之制 有消息说 大陆将在明年1月取消境外入境隔离措施 中港通关可期 不过分析说 在大陆疫情急剧恶化下 很多港人对通关抱持审慎态度 据香港卫视在21日的消息说 大陆将在明年1月 不再采取境外入境前往隔离设施隔离的措施 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相信中港两地通关可期 港府要做好准备 实证原创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亦说 收到可信消息得知 新港高铁即将重新开放运作 认为李家超述职回港后将会送上大礼 宣布中港通关 视频人袁尼昌对美国之音说 李家超任来首次赏经述职 各界可能期望北京会送大礼 但短期内通关不一定是好事 提醒中港两地政府 不要错误揣摩香港市民的民意 袁尼昌说 港人其实是很想通关 但不是说在大陆疫情大爆发 没有有效措施 办法去应对疫情的时候就通关 如果北京在大家都没准备好的时候就通关 难免会令香港人产生恐慌 希望北京和港府一定要好好拿捏 去揣摩一下民意究竟真实是怎么想 而不是想当然 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 助理教授李敏刚说 香港目前单日确诊维持超过一万宗高水平 医院的病床几乎爆满 如果短期内和中国大陆免检疫通关 可能会引起疫情爆发 至于通关后是否会带动香港经济 李敏刚就说 大陆和香港的疫情管控很大分别 大陆民众依然认为香港是个疫情严重的地区 估计短期内不会有大量大陆游客访港 因此通关对香港零售旅游业的帮助不会太大 经济难有立竿见影的反弹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